但是却很沉重 那咋办呢 挺挠头啊这事 大三了 确实现在改挺麻烦的 但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开始一开始 也不是我们专业的 我忘记他是学什么的了 反正是偏理工类的 跟我们文科的专业差得更远 然后他当时就特别想 做影视这一行 非常的坚定 就是他后来我们俩聊 他当时跟他大吵 就是说因为换专业这个事 然后他最后自学 就是完全自学 他就重新考到了我们的学院 了不起 他现在是一个 那种节目的组的一个导演 也很厉害 也还得了很多奖 对 我觉得他那个坚定 真的是挺打动我的 因为其实我要换位思考的话 我可能都没有那种勇气和玻璃 我其实也是觉得 我觉得只要你真正发现你的热爱 永远都不嫌晚 对 反正其实不晚 因为其实现在很年轻 对啊 才大三 对 才大三 对啊 其实现在在大三的年纪 或者是说年轻就是最好的资本 是的 就是你可以有试错的机会 对吧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非常坚定地选择自己所爱 因为如果你做一份你不爱的工作 就算你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的时候 一点点苦 你只要心里觉得苦 你一点点苦你就觉得很受不了 可是你做了一份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 就算你身体很苦 可是你心里因为 对 心里觉得你很有热情 所以这些苦你都扛得住 所以我还是建议啊 就是啥时候都不行 对 其实不晚 而且只会随着时间 如果你一直把那个遗憾放在心底 那个遗憾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深 对不对 对 而且它其实可以 你现在好好把自己的专业学好 因为其实以后也会用得上 对啊 经历以后做受益也会用得上 因为法学就是 其实是我现在想学 我现在不知从何下手 太珍贵了 他学到的这些知识 这个知识太珍贵了 对啊 好好学习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挺难的 因为 我们在要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决定自己的 是 未来的专业 未来的方向 其实是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 对 挺难的 挺难的一件事 而且那个选择 谁也没有办法说是对是错的 但我觉得这个选择 有的时候也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在毕业之后 都也没完完全全 从事他本来的专业的工作 对啊 但是他这个两个有点太具体了 一个法学 一个手艺很难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拿到 你的这个法学的 毕业中 对 然后你试试看 给自己一年两年的时间 在这个工作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你的热情 如果可以就继续 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 其实我还是觉得 想学啥 永远都不晚 很年轻哦 对 对吧 就是现在不是有些大学 然后有些年纪很长的 比如我 然后或者是年纪更大的 都可以再回到大学当中 重新学习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是一个遗憾 反而也许这几年的这个法学生涯 对你的未来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没错 对不对 知识学到自己的脑子里 都不会浪费的 真的 很有用的 你们两位都是 可以说是一毕业 然后就进了现在这个行业 我也是人 是吧 我也是人 所以也是算蛮幸运的 是的 很幸运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然后并且顺利地走上这条路 真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热爱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因为那个热爱 你就觉得不会辛苦 所以我已经深深地想过 没有不辛苦的工作 是 你找一个来看看 有没有不辛苦的工作 沐渔啊 真的没有 只要是工作都有辛苦的时候 所以还不如选择一个 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 我之前你知道吗 就是跟那个 就是专门是像职场咨询师 我们有聊过 然后我觉得他给年轻人 年轻人的建议就很好 他说选一份工作呢 他们一般会画三个圈圈 一个是你热爱的 就是你的兴趣 另外一个是自己的能力 因为有时候你的热爱跟能力 未必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圈圈是市场机会 那么这三个圈圈呢 就是集中起来 那个就是交错最多的 那个可能就适合你的行业 我觉得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热爱 或者能力在哪 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你像以前 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在哪 你的热爱在哪 因为说实话 我进入娱乐行业 是非常壮大运的事 就是尤其对我们这些非专业 好迁虚哦 它就是一个壮大运的事 就是你很难让别人说 你去这样一定可以成为歌手 或者一定可以成为演员 就是很非常看运气的一件事 但是你也当然了 就是不管你做啥行业 努力也是最基本的 对对对吧 那你喜欢唱歌吧 喜欢呢 但是我可能如果是画画那个 说可能喜欢唱歌 然后唱歌呢 你又很难找到相应的工作 但是你现在就是在做一个 跟唱歌有关的 就是幸运 因为这个幸运占了一大部分 嗯嗯 但有的时候就算 我觉得都没有白走的路 就算你去经历了 自己觉得不喜欢的 那都是一种认识 对对吧 是 因为我大学那会儿 我就尝试了好多 就我还去学那个瑜伽 考的瑜伽教练 我还去学那个婚礼化妆 对 然后我还去那种 就是组织那种线下演唱会的那种 我都去做过 然后包括做那个就剧组的那个生活制片 或者演员副导演 我都尝试过 那你那你跟刚才说的就是不同 你不是说一毕业 然后就开始当艺人 其实不是 因为我相当于是在大学期间里面的尝试 你干了很多事 然后但是我其实 我当时高考选专业的时候 我妈就非常坚定的让我去 因为我东北人嘛 就让我去报东北的 就学一个那个财经 就出来当会计 很稳定 很稳定 口云行 对 就必备的 就是一定要这么就是强迫我 但是我当时还挺有自己的主见的 我说妈 我说我想就是进入这个影视行业 然后妈妈支持吗 不支持 跟我妈妈是一样的 真的不是 他们觉得不稳定吗 然后但是有人 我又没有参加艺考 我报的那个可选性不多 所以我就会贴着边选了这个 我们叫广播电视新闻学 然后我才报的这个专业 然后其实在校过程中 其实你有一个那个目标 在引导你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往这上面靠 而我也其实 我觉得也是有幸运的加成 然后让我就是走入了这个行业 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如果咱们现在就不再干 现在的这个事业会干啥 我一定还有别的能力 但是我没有目前没有找到 有待开发 你有想过吗 我以前想过说 如果会成为自媒体博主 因为我比起面对大家 我其实在自己家 更舒服 可能更容易展示自己一些 要分享生活中的一切吗 还是有一个特定的 没想好 因为你知道吗 我就发觉 我认识有一些生活博主 其实他们是没有生活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很辛苦 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都要分享给大家 对 对 所以你会变成一个博主 也不一定了 自己一听完发现 好像也不一定了 得那样吗 哈哈哈哈 好像也挺累 哈哈哈哈 阿雅姐会想做什么呢 我其实以前有想过就是开一个可能 就是卖吃的 哦 对 小裤子 我小时候真的有一次有去卖粥 就是自己去买了那种一个铁锅 然后煮粥 然后就一碗一碗的这样卖 我就觉得 能够让大家吃到我做的东西 就很有幸福感 嗯 哦 又一个人分享美食 对 你呢 我那个时候 我除了报这个 这个新闻这一类的专业 我那时候还特别有一个想报的职业 我差点就报了 叫做那个 呃 警犬训练 哦 但是那个是谁 你都在哪儿胖呢 就是专业 不是 你知道那是提前批 很酷哎 我觉得 对 其实很酷 他那个要提前批 他不是跟那个 呃 就是一百二本三本 就是这么报 他要提前去报 然后当时就是 在纠结的过程中 其实就错过了 哦 对 就还后来还是觉得选择 更倾向于选择新闻这一块 哦 我觉得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打开 同学的一些思路 对 哦 对 因为工作其实不只是眼前的这些 也不一定是爸妈跟你讲 你非得做什么 是的 而是要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并且可以坚持下去 嗯 这个挺重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毛毛说的 就算你不知道 就算试错了 也没关系 嗯 那个职场的那种分析师还说 他说他建议年轻人可以 可以给自己一到三年的时间 让自己试错 嗯 然后但是呢你那个试错也不能一直不断 比如说你毕了业 然后五年十年之后你还一直在到处换工作 那这样就很不稳定 但是毕业之后的三年左右 你可以先尝试一些不同的 然后再选择一门工作一门深入 嗯 这个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是的 哦 这个科学 嗯 嗯 哎 那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 嗯 就是现在毕业同学的这个焦虑肯定跟咱们不一样 对 因为我们已经就过了 我是过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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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然后你们是好多年 嗯 那你觉得年龄带给我们的是勇气还是焦虑呢 这个我觉得可以跟那个 现在没有这方面问题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是 因为我跟你们讲哦 就是我自己觉得过了三十岁之后 时间就咻咻咻 明明小时候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 但怎么觉得三十岁之后的二十四小时 然后变得更 小时候的二十四小时就快了这么多 因为分母变大了 有可能 我懂你意思 那颗粒变大了 对不对 嗯 你觉得 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勇气 但是你会把一些事情看得没有那么的 有压倒性 嗯 就是因为以前很多就是感觉特别容易 这个事怎么办呢 天要塌了 那种感觉 那现在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事能让 就真的让天塌下来 哇塞 但是有的时候还会 那要尿你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也没事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抗压性变强了 是的 嗯 或者就是想的 想的变宽阔了 想的简单了一些吧 哎呦 我现在真的觉得其实简单 是要有功力的 对不对 而且简单其实很丰富 嗯 也很有价值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勇气 因为 就是我 因为我自己很爱写东西 嗯 就我有时候会翻看到我 就是大学的时候写那些东西 包括大学的时候那个毕业内的那种焦虑 嗯 就是你现在一回头看 你就觉得就像毛毛说的 你觉得其实都不是个事了啊 嗯 因为其实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然后你经历的事越来越多 就是很多事情你就看开了 觉得没什么 就是你 包括我现在的认知是 我昨天还在跟雪晴聊 我说我会觉得只要自己身体健康 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真的 都会过去的 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真的 嗯 而且我也想要跟大家说 尤其是刚毕业的同学 人生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对 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我的四字头 可是我非常的享受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信是来自于经验 对 的一种积累 对吧 因为就是 反正就是没有白走的路 现在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加油 加油哦 加油 好我们来再来听听 我们下一位朋友的分享 你们好我是准毕业生小文 就在刚刚我上传了我这个月的第十三份简历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么在面试 要么在去面试的路上 虽然已经收到了几个公司的offer 但遗憾的就是最想去的那家公司的offer挂掉了 但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希望毕业的时候能够左手拿毕业证 右手拿offer的合同完美的步入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嗯 你赶紧背 背完了会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搭那个台词 你就跟着他演 哦 也是挺有挑战的 挺挺刚刚 因为有一位同学分享的就是他求职的时候没有拿到心仪的offer 对对然后我们也因此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哎我想问你们啊就是现在你知道面试也是很多毕业生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在面试的话 你们会怎么样去介绍自己的优点 你会怎么写你的履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那可行 哈哈哈哈 哎呀那我可能有的说 哈哈哈哈 你那一下午都有时间吗 哈哈哈哈 我估计是很像小辣的风格 哈哈哈哈老板你听我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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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就是必须要有简短 对精确 让他记得住让他记得住对吧 嗯 哇这个还挺难呢 我一下觉得大学生得有多么优秀的那种 我觉得你就用唱的呀 我自己我哈哈哈哈 你坐在老板面前老板给你唱一首 哈哈哈哈 然后就开始唱起来 哈哈哈哈 优点 因为我们还是很难自己夸自己 但是面试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要这样 对啊 我非常爱工作 哈哈哈 好假 朋友们都说下一个 下一个 哈哈哈哈 下一个面试者 哈哈哈 我可能率先会说我 呃 就是 我可以 嗯 我可以在一个集体里面就是迅速的融入 然后并且跟大家相处的很好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在一个团队里更擅长一个这种 联合的一个工作 嗯 嗯 我觉得首先啊 就是同学们就是 在面试的时候 那个仪态一定要稍微 很重要 就是你不用刻意打扮的很夸张 但是一定要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对吧 因为就是就是见面人的这种状态跟感觉很重要 对 然后再来的话我是感觉就是一城遮白桥 就是有一个真诚 真诚很重要 哦 哦 对就是不用说自己不用夸大 对 然后很真诚的把你自己的优点表达出来 嗯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如果真的可以唱一首歌 然后可以用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 来去做表达 只要那真的是你 那也非常的好 然后如果一旦录用了每一年的联欢晚会 都会有年 都会有年 每一年年会你就瞅着吧 那多好啊 还可以在公司里头有所贡献 对不对 哎那如果就是 如果就是比如说 啊有 领导指出了你们在工作当中的 这个缺点的时候 你们怎么回答 骂领导 哈哈哈哈 骂领导应该都是背地里骂吧 是是是 我应该会这么说我是领导 虽然你看到的我这个是一个缺点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 在某些事上 它可能变成了一个优点呢 领导 领导就觉得你找借口 哎呀 好难对付领导啊 哈哈哈哈 那如果比如说领导说完就是 毛毛我觉得你你对工作不够积极 我要看到你拿出积极的态度来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跟我撒什么骄傲你 啊 啊这还不积极 好的领导 好的领导 我会继续努力 哈哈哈哈 立刻开始跟朋友发简讯 哈哈哈 跟你那个那个同事就是 刚才领导说我不够积极 哈哈哈 还有病吧 我还不积极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这种就是毕业的同学 多少都要面对的 是的 很实际的问题 对对不对 嗯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 反正就是一成遮白桥 对 然后领导给到你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 我是觉得就诚恳接受 当然也要看到领导是咋样 是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人家指出你的缺点 代表你其实是有进步的空间的 嗯 对吧 嗯 那你们会给同学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是有性格比较腼腆内向的 对人家的赞美 甚至都有一些 感觉不太能承受的那种 同学在面试的当中 不要隐藏自己的优点 嗯 要敢于去 怎么说呢 展示自己 我们都不用特意夸大自己 就展示自己原本的 对 风采展示自己原本的优点 就是 因为有些人 他的性格他的能力是需要 时间需要过程去慢慢的展示出来 对 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害羞 就让大家失去了 想要了解你的那个 冲动 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 其实你讲的就是你本人吧 对 幸亏我不用面试 哈哈哈 但是我们当时参加节目也面试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很 就是认识毛毛就知道 对 就是他是一个很怕尴尬很害羞的人 但是你看他在舞台上的时候 拿捏的也是很好的 对吧 你该展现的时候不要客气 是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本性 对 对 你呢 小辣 我觉得其实就是二位的一个这个 一个是真诚 一个是做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面试官是能感受到这些呢 你的真诚和你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的啊 他会根据你来去想适不适合我们的这个职位 所以你只要放轻松 放轻松好难啊 确实 对 要去面试放轻松 就要见到不认识的人 尽量放轻松嘛 那就 尽量放轻松 然后多喝水 我听说多喝水 也可以让你的身体状态变得比较轻松 啊会不会那种 对对对对 等一下面试官我去个厕所 哈哈哈 那也有可能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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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你自己的状态 就运动一下拉拉筋 让自己尽量保持一个 深呼吸 对深呼吸 是 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 好不好 好的直播今天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阿雅 我是毛布 我是小辣李佳琪 哈哈 这就是好了 阿雅姐 学习了 哈哈 欢迎来到抖音毕业季 夫尔嘉的这个毕业专场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毕业同学们的这个喜悦 跟有一点点对未来的忐忑 不管怎么样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崭新的开始 非常非常的祝福 那这一part呢是我们的这个解惑 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 然后有一些会有一些迷茫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我们毕业的同学 佳琪啊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啊 下一个遗憾 来 你们好 我是小爱 这个月就要毕业了 嗯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男生 从第一次见他我就沦陷了 他笑起来真的好温柔 我很想告诉他我喜欢他 但是我害怕被拒绝 毕竟我长得 嗯 不是很漂亮 而且还有很多的痘痘 怎么想他也不会喜欢我吧 毕业后我们应该也不会再见面了 那就祝他开心幸福吧 怎么听得有点心疼啊 这不会是我写的吧 也让我觉得是我小时候 我也有个非常共鸣 他这个点非常共鸣 而且这个年纪的痘痘也不算傻 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青春期对吧 就本来就会有一些痘痘 我都知道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二年 我脸上才没痘的 就是啊 而且一直都有痘痘 而且你知道我小时候也可爱暗恋人了 我也是 对不对 然后我有可能表白的有几个吧 但是也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也没成功过 对但我也觉得没怎么样 不影响我开心的学生生活 是的 而且反而丰富多彩了 对呀 有一些心思吧 对 如同生活在小说之中 而且我以前那个暗恋的人 还喜欢上我最要好的一个女朋友 你这更像电影了 然后她有一天要找我谈话 我以为她要对我表白 然后你知道我那个心都快要跳出 跳出来了 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 这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结果她把我叫到篮球场 然后就说 诶那个 你跟那个谁谁谁很好吧 我说 对 对啊 所以呢 然后就也冒心情你知道 她说 诶帮我表个白好吧 哈哈 哈哈 好吧 对啊 结果你还真的去了吗 我真的去了啊 仗义 没有当然 就是可要去 然后但是呢 我就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好闺蜜 我们就聊 然后我就滴了一滴泪 我说 你们还是在一起吧 因为我闺蜜也很仗义 她说 可是你喜欢她 我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说不不不 我说你要真的有感觉 你们在一起没关系 然后她们后来就在一块 真的在一块了 对啊 然后我们也经常就是 会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啊 去玩啊什么的 所以也也OK 对 我还心比较大了 是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还曾经有一个暗恋的男孩 然后我跟他表了白 表了白之后 当然也被拒了 结果后来过了大概十年吧 他就跟那个其他的朋友说 哎呀哎呀现在变漂亮好多 真后悔当初没有答应他 所以我跟你说 让那个男生后悔的方式 就是你比从前更快乐 对 这个这个太太太太对了 对不对 真的 你有啥建议吗 嗯 没有 建议 暗恋其实很 痛苦 但是他的美好 就来自于他的那个对 而且你就感觉 你背负了一个大的秘密 哎呀 你就感觉从此以后就有了心事 是 可是你不觉得你就是有了暗恋对象 你每天上学都有一个动力吗 对 都有一个盼头对 对 都有一个盼头 他在哪啊 他现在有没有在看我 哎他刚走到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 一切的一切 暗恋是因为那个年龄 太容易发生 还是有的人 他就容易暗恋别人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个年龄吧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 而且 其实那会儿 我得暗恋那个男生 然后我们后来就分班了嘛 因为我又分文理科 他是理科 我说文科 然后我还会那种 就每次放 就是吃晚餐的时候 跟我姐妹就是 假装从那篮球场走过 然后眼睛是这样 我也跟小S经常看这种事 是不是 哎呦 就不经意的偶遇 我们两个女孩讲到暗恋 我们的笑容 你的笑容好甜 嘴都脸真了 对呀 现在一回忆当时的暗恋对象 还值得暗恋吗 但是是回忆 有些青春的滤镜嘛 对 青春的 确实是青春的滤镜 而且有意思的是 当时暗恋别人的那个自己 对 对不对 那个好玩的事 那是觉得好快乐呀 你呢 你建议 如果这个女孩暗恋了 她应该要去表白吗 大家觉得 大家建不建议她去表白 我建议她去表白 建议啊 因为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 我也挺建议的 因为她表白 要不就是在一起 要不就是被拒绝了 嗯 那也不一定 对啊 因为人家可能完全不知道她喜欢她 对啊 也不可能一下就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 反正就 反正你暗恋了 表白了之后 这个事起码对你来说是 有一个 动作是把它结束掉的 嗯 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对 而且 就会觉得 你让她知道了 就是你这么多年 总是没有白白白的去喜欢她 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悄无声息的开始又结束 没错 赞成这个女孩去表白的请举手 啊 怎么超多赞出来 哇 所以直播间前的你赞成这个女孩去表白吗 但毛毛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去表白吗 你建议别人去表白 你自己呢 我是不会的 对啊 哈哈 没有我估计我也会 对不对 我就知道 我估计我也会的 你会吗 你会有什么样的方法 写信 哦 应该不是应该就是 发了一些 哎不行我发了一些 我想想啊 当面有点尴尬 我觉得你干面 当面不了 当面不了 那就是给她 写为什么不写信啊 写信就感觉太穷摇了 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不大气的 那什么才叫大气 就过去然后直接抓过来 哈哈哈哈 呃 我觉得 嗯 可以在一个或者是很多人的一个 你这样跑的时候 我喜欢你 哈哈哈 他在假装不是 这个是你会的是不是 我是写信 我觉得我应该会写个卡片 哇 我给我当时我高中时候跟我那个暗恋对象表白 写了很长的一个那个十六开那个纸 然后我就给她写 她还给我回了 哦 她回来是什么 当然是婉拒了 然后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就是自己好像又在开始演电影了 我坐在我的书桌上 啪哒啪哒的流泪 然后边流泪 边把那心思碎了 哎呦我的妈 最最荒唐的一幕是 我还吃了 你把他心吃了 你把他心吃了 我吃 太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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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疯了 翻她的面儿吗 吃一下 没有啦 我吃回家吃回家 就是这样一丝 还煮汤是不是 一勺一勺的 然后我还 我当时 反而我表达好地觉得一下子 松了 对松口气 然后收到那封信之后 我就哭过之后呢 我又给她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我其实更多的是 我夸赞她 我说你很好 其实我反正我觉得 你好在那个穷摇状态 我真的 我自己总得自依 现在结尾 请你把它吃掉 但是我记得 我有一次那个暗恋表白 我是写卡片嘛 我底下还有画正方形的格子 一个是说答应就是答应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答应 让她勾了之后 拿回来给我 还有小巧思 对但她没有回 没回 没勾 所以就毛毛你要不要再鼓励鼓励一下这个女神 因为你知道毕竟女孩嘛 你们男孩会比较懂她们的心思 其实大家在学生时代很容易觉得自己的外貌不好 对 有痘啊或者啥的 那其实 呃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方面 其实看人 不光是看她的外表 你是看她的整体 看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 可能这些小小的瑕疵 是对她来说是不那么重要的 而且长痘是跟这一阵的 那段时间的皮肤状况有关 可以通过好好的清洁和护理来 改善这个情况 如果当时有那个富尔加清痘面膜的话 可以有效清痘 修护肌肤屏障 给自己敷一敷找回自信 也许就能更加有勇气了 但是虽然也不一定暗恋会有结果 但是迈出那一步 不要给青春留下任何遗憾吧 诞成 赞成 加油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是最美吧 是的 所以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然后有没有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话 看看大家给我们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我先来一个 进入大学之后 我连续拿了三年的奖学金 哇 很厉害耶 却在毕业那年 因为实习原因忽视了学业 导致大肆的奖学金擦肩而过 真的很遗憾 但是 我觉得非常优秀 对 我觉得已经很优秀了 你只是有一年没有拿到奖学金 就很遗憾 这感觉就是你知道吗 就考了98分 然后就觉得 哎呦 怎么差两分啊 不过我难懂 因为要求完美嘛 没错 而且三年都拿了 可能说再拿一年就是满奖学金 对 对 所以觉得有遗憾 有点遗憾 但你还是要肯定自己 你太棒了 而且一定是因为你实习的特别认真 特别好 所以才会就是没有拿到奖学金 对 所以 还是很厉害的 对 好 你们有没有想要读哪一个 哎 但是 没关系 现在 留言还没有出现 哎 有没有谁要来选一个的 哎 那这个我来吧 好 大学浪费了太多时间吃喝玩乐 该做的事件一件也没做好 工作没着落 考研没考上 成绩不出色 总是不提前规划 事后才感到后悔 马上要步入社会了 希望二十几岁的我能早早醒悟 希望现在开始努力还不算太晚 就像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那样 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哦 是的 这也挺好的呀 我觉得老师说这个就是 对 非常好答 那它确实是这样的 你既然已经晚了 那现在开始就最早了 是的 是的 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呀好呀 就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遗憾变成圆满 对 大家看了就知道我们这个游戏怎么玩 静随心转 哎 哎 来 每一个人抽一个啊 这里头可能是朋友的这个遗憾的事 但是来看看我们几个人怎么说 来圆满大家的遗憾 小辣你先 我先来啊 呃 我有一个遗憾 离笑那天我最爱的小吃摊没开门 还好他们在附近的商场开了个店 完美的化解了一切 哈哈 我有一个遗憾 写毕业论文致谢的时候 忘了感谢我的室友们 还好 还有一个遗憾 写毕业论文致谢的时候 忘了感谢我的室友们 还好 好 好